好 再来看到呢 现在这个美中高层官员的交流 渴望荣兵了吗 现在呢路透社报导 布林肯预计在时报抵达北京 美人社表示布林肯访中期间 将会呢跟中国外长 请跟会面也有机会见到习近平 这位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6月9号 美国参与外交委员会通过了法案 支持剥夺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的 开发中国家这样的一个地位 那么大陆外交部就说 这样的用意啊 就是为了大陆发展 但这件事情不是美国说了算 如果失去了这个开发中国家的地位 没有办法有一些特殊的优惠待遇 那么市盈跟国际货币基金 恐怕会撤销对大陆关税优惠 还有低利的贷款 请教将军 布林肯这次去北京访问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嬉笑的一件事情 当然现在来讲 我们还不敢确定说 这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我们从之前 对不对 气球事件的时候 这么小一件事情 布林肯就取消了 已经安排好的行程 去中国访问 就直接把它取消了 但是最近不管是在南海军机 互相的对峙 或者是军舰差点对撞的事件 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之后 反而布林肯很积极的 要到中国去访问 那究竟全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让布林肯要这样过去中国做访问 而且这种整个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布林肯好像受到一种 是一种屈辱的外交 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 他为之可否 也说我们不了解这详细的情形 一副布林肯的热脸 去贴中共的冷屁股的那种感觉 我们讲剃头单子一头热 现在好像布林肯很热的要去跑 跑去跟中国见面要去谈事情 那究竟谈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不敢讲 可是我想说跟我们台湾是有关的 会不会其中很重要一个议题 一定脱不了跟台湾之间关系 尤其是最近台海发生了很多的 不管是军机绕台 或者是南海 或者台海军舰接触的事件 或者是中共 对不对 他的这个 跟俄国的联合的空军的军演 这些事情是不是释放出来一些消息 让布林肯觉得说这个地方 有这种兵凶战危的这个威胁 所以他要赶快去跟中国 谈这些相关的事情 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观察的 之所以说美国要主动给中国说 你是已开发国家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说 已开发国家很好啊 对不对 表示我国家进步了 对啊 发展得很好 这种就像什么 我用一个虽然说例子不见得很适当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小学里面我们都当过小孩的家长嘛 小学里面选家长会长 是不是荣誉 是荣誉嘛 但选上以后你要交钱 对不对 你要交钱 交多少钱啊 你是家长委员会啊 你要交钱 类似像这种情形嘛 对美国说你现在已开发国家 我跟你这个荣誉 因为这些低度开发国家 我们为了不让它 譬如说巴西啦 或这些亚马逊森林 我们避免它去砍它森林 维护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 对不对 然后避免它去烧炭 那你就把钱给它嘛 你把你的钱给它 它就不需要去砍森林来种田了嘛 这第一个 因为你是已开发国家 第二个就是它的贷款 就会比较贵 它跟市营的贷款 利息可能就比较高 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中国现在一直以一种身份自居 就是我是第三世界的领导人 领导国家 我们所谓说联合以不平等 在我之民主共同奋斗 它现在是联合第三世界国家 共同来对抗 以开发国家G7这些国家的角色自居 那如果说美国把它说 你是我们的G7国家之一 也是以开发国家 中国来讲的话 就是大陆啦 它可能就失去跟这些 不管是非洲啦 或者是拉丁美洲啦 这些低度开发国家 或者是开发中国家的一些 跟他们之间的话语权 他们会觉得你跟我已经不是一国了 你已经算有钱人了 那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面 是不是很多国家都很有钱 可是他说我只是以开发中国 我是开发中国家 第一我举几个国家给各位听 第一个文莱 文莱有钱吧 它有产石油 第二个卡达 刚办那个四足赛的国家 他有钱吧 他办那么大的一个四足赛 对新加坡那你没话讲 但他说我们都是开发中国家 那只有一个国家说 我是以开发国家 就是我们台湾 对我们台湾说 我们自己是以开发国家 所以我们尽到我们以开发国家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共来讲他也不是傻瓜啦 你给我这么一顶帽子 所以那个谁特别讲说 我们这顶帽子我们戴不起 我们不要戴这顶帽子 这个是美国他们给中国这个 给他这个头衔 我觉得他背后的目的 就是在打赢他你中国 而不是真心的加冕他说你国家 其实中国的GDP不高 他才1万7千多块 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 还不高 所以现在大陆外交部就说 这个不是你说了算 好那大陆媒体也做出一项评论 那美国就是要迫使大陆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 让大陆失去在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割裂大陆跟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还有破坏大陆跟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 也就是对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各个击破 也就是刚刚将军讲的这个部分 那么委员有要补充了吗 没有 我是觉得陆媒的评论 太过于担忧了啦 中国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发达国家的 而且这个经济成长率很快就会成为发达国家 这个美国不用通过这个法案 中国的今年经济成长快6% 明年如果再6% 后年再6% 就过来 就变成发达国家了 我不晓得陆媒在担什么心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人均GDP 大概就是1万5千块美金 那1万5千块美金 如果人民币再升值一下 那再连续三年经济成长都超过5% 不就到了 我是觉得陆媒太过担心了 但是人均GDP只是第一个标准而已 那个不是过了以后 就一定是可以当做这个发达国家 举个例子 你们也不相信 你早就知道 问来不是还是开发中国家 他的人均GDP GDP7万9千块美金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些 教育普及程度还比较偷懒 比较不念书 对不起 他的股票 那他自己认为 这是平均 对 他认为说 哎呀我的老百姓 比较不爱念书 所以我还是开发中国家 那这个 这有很多的叫人类发展指数 如果你有几个指数 没有到达开发国家 你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那这个在这里的话 唯一能够决定的就是WTO 那WTO的规定没有那么严格 你就超过一万五 但是如果超过三万的话 大概会强迫你就当做 一定要当做开发国家 那这个发展中国家 他当然是在WTO的架构底下 有一些贸易关税的优惠 那么有一些其他的 但是对中国来讲 这个优惠 也说起来也没什么太补了啦 因为已经过那个阶段了 中国大陆的货品的出口的竞争力 也相当的强 而且你说要担负 这个已开发国家的责任 他的一带一路挑的责任还不大吗 第二个他现在因为很多国家去美元化 可是手上又没有人民币 比如说阿根廷 那中国说好吧好吧 我给你换个一千三百亿吧 现在宏杜拉斯总统刚刚来 他也说那个可不可以换一点啊 对不对 换一点换一点 所以对啊 你不要有这货币换 那只是好听就是贷款啦 就说我借你啦 你请问你想想知道吗 拿一千多亿人民币 你去跟阿根廷换货币 汇率我们两个协商的 不是市场汇率 不是你占便宜了吗